郑昭先生 郑昭先生 那因為像去年GDP 漲得很快 科技的經費 没有那么大 所以他就会慢下來 那我们假如 2012年 马总统答应说 要3%的话 我们是需要 明年的计算 2012年的计算 一定要达到 增加 大概要7% 我们就比较放心 能够达到3% 馬總統是說研瓦金位要保持百分之八到十的 對 你有沒有能力做到 我聽的話就比較放心 但是我們要跟行政院主席室來努力 也要跟希望大院的支持 這樣才能夠達到 能夠有八%這樣子 他的發展重點有六項喔 如果你這樣子講一點點的話 我是覺得 回去好好認真 再怎樣落實馬總統的 比較跟我們直接關係的就是 生醫、力能 還有這個醫療方面 這個 這個幾個方面 他要讓台灣這個領域國際接軌 反正國客主委回去好好的認真的 看看怎樣來落實他的政策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另外馬總統也強調 從日本東北大地震與海嘯導致核電廠事故發生的起勢 可以知道 強化 預防天然災害的能力 是我們政府當前的首要之物啊 請問主委 從日本地震以後 國客有沒有新增的預防天災的研究計劃出來 有 我們就是對於海嘯的研究 我們會把海嘯 地震延期的海嘯 的災害 我們首先會模擬 然後模擬結果會 對於橋樑建築物 核能廠的影響 都會做評估 那評估完了以後 會加在 地震 災害評估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知道 地震大小之後 地點之後 我們10秒內 就可以 可以 亂computer說哪裡會有災害哪裡多大 那這個10秒之後呢 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說 提出警告 像海嘯 說不定就是 30分鐘來 我們就有逃 逃病的機會 主委 主委 你還是有認真地去做啦 國科會 你把新增的預防天然災壞的研究 新的計劃 對 給本委員會 好 還有呢 也許大家太關注這個日本的這個大地震的消息啊 害怕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台灣啊 所以有 昨天你們看到有個王老師的人啊 他表示 他啊 根據《易經八卦》推算書 5月11日上午10點42分37秒 台灣出現14級的超級大地震 引發說有170公尺高的大海嘯 5月底台灣 會從北回歸線 列成南北兩塊 災難的死亡人數在100萬人以上 這不是叫自由時報頭條版耶 頭條版耶 結果呢 有人就信以為真啊 在埔里啊 有貨櫃你看到沒有 貨櫃好幾百個囉 是不是現在 對不對 還安張冷氣啊 還有呢 一些那個燃料 飲水民生設施都送到了 對不對 還自動發電機咧 對不對你知道這個報寶嗎 對我 我用 就是說 我國科會主委的名義啦 我要 鄭重聲明 這樣的報導 他的 是沒有科學基礎的啦 我是不同意這樣子 不同意啊 不是不同意啊 如果發生的話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啊 對不對 那我們要有根據啊 那個副主委啊 陳副主委啊 你是地質專家嘛 對不對 他是地質專家 對對 你不用上來 他 我聽到你說啊 歷史上不曾徵授出 十四十五級的地震紀錄 對不對 你說的嘛 對不對 還有中央氣象級的新機長 他說 規模七級以上的地震 周期是三百年 規模八級 要一千年 目前有紀錄史上最大的地震 是在1960年5月22號的 自立的中南部 強震是九點五 換一句話說 你國科會也好 氣象級的專家啊 都認為 十四級以上的超級地震 為夫 習為啊 但是 現在民眾恐慌了 那剛剛主委 你剛才 我是前年 你應該向國人先是說明 避免 這個大家因為恐慌做出很多錯誤的嘛 要還是要正宗先制 不是像你剛才講的咧 我是說 他這個 那個王老師是吧 推測啊 我覺得 是 就說沒有科學根據啦 那大家民眾不必恐慌啦 對 先是讓大家沒有科學根據 研究懲罰 也有引進這些數字 剛才的 陳副主委 還有其養級的 對不對 只要讓人家知道 大家不要恐慌啊 對 陳副主委也講過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斷層 通常都是 五十公里 一百公里 那個附近啦 那就告訴大家 不可能發生 對不對 而且還好 五月十一日很快就到 就可以證明啦 對不對 對不對 OK 好 還有國科會 日前沿你完成 科習技術基本法 修正草案 對不對 前面要解除國立大學教授及政府研究 那個研發人員不得兼職或者投資企業持股不得超過百分之十的限制 鼓勵教研人員帶頭走出校園 把研發的成果轉換成產業 這個創新的產品 這個你要修法對不對 是 對 我也知道 這個你們要明定國立大學及政府這個官員 不能再受這個教育人員這個任用法條例第三十四條 還有公務人員服務法第十三條十四條的限制 兼任 即轉公司的 董事長 總經理 董事 研發部門 主管等職務 打破過去這個 事同工 那把教研人員 事同工人員 不得在此兼任這個禁令 表示以後就可以了 對不對 表示以後就可以了嘛 那這個呢 要通過 通過這個新法能夠為我們產業帶來什麼樣的革新呢 我想這個 會鼓勵的積極性 那 我覺得 整個 像我們現在政府 過去三年來 將近三年來 鬆綁很多政策 那我們的經濟也起來 那這方面假如在鬆綁的話 我想各方面的產業會好 但是我要講 我們也希望 好像各個大學各個單位 你讓老師去監視的時候 你可以定的 規範可以嚴格一點 就是說 就是說也是要有一定的控制 不是說他把所有的 研發出來的變成為 集有 可能也要跟大學分享 我覺得這方面也很重要 對就是 注意 一方面就是 鬆綁 讓大學可以處理 大學也要 小心處理 這個觀念也蠻好的 希望能夠推動成功 接著 請回去 呃 代主委 請代主委 代主委 你知道今天有一週刊出來了 對不對 這一週刊你大概還沒看喔 還沒看到 報道去年全民運動會 五龍五師的項目的比賽啊 爆發 假比賽 你看 體壇的醜聞 台體 台 體驗 絲身 奪 牌造假 全民運動會 舞弊 A獎金 你知道嗎 你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 這一天報道 這裡面主要是 全民運動會的 五龍五師的 這個台灣體協會的助理 教授 這個陳教授 以中華五龍五師協會的秘書長 陳國輝啊 這個賽前啊 主動的找各縣市的 這五龍五師的協會 還有道館 協商 靠著他能夠掌握 競選的規則 比賽的規則 還有林選裁判的能力 事先分配各縣市啊 你可以得到多少的獎牌 獎數 還有瓜分縣市政府 給他們這個得獎者 人的那個 得金的那個獎金 對不對 你看過了 你的感想是怎樣 我跟委員做報告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就要求學校 來做處理 來做深入的一個了解 那特別對這個五龍五師的這個項目 那這個部分 特別是台灣市或者是北京市的這個部分呢 也對這個部分來做一個檢討 除了對這個事情做深入的了解以外呢 那對這一項的比賽 我們也要做一個檢討 那這個部分呢 大部分的爭議 不是北京市 大概就是台灣市 這個部分的一個爭議 其實也相當大的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做深入的一個 了解跟檢討 這真的很不得了的事情呢 對不對 這黑獎金 還有舞弊啊 這裡面啊 台北市體育會的那個五龍師 給那個國立台灣這個實驗的公文啊 我唸給大家聽一下 貴校助理教授陳仲吉先生 去年以本委員會的林豪威先生 俠談99年全民運動會台北市五龍及 北師代表隊獲得名次的獎金事宜 並擁有 會向貴校學生收起 總獎金的3% 的3層 各回饋委員會 以及中華 龍師運動協會的 吳秘書長國徽 獎金的 一層半 然後學校說 金像學校 學生了解本案屬於這個 回饋金的認知的落差屬於私領域的 所以本校無法製作 請進以教練 教練和檢守學生 從這裡我就看到說真的很可怕 對不對 獎牌都可以分配好 獎金然後大家來分 這對我們這個 體談來講真是一個很大的醜聞啊 對不對 而且呢 這裡面 這個教授助理教授還私吞 裡面的一層五 詳細的話 你們可以看 你有沒有買這本 有我昨天就已經看了 那這個部分呢 就如委員說的 就是蔣軍分配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深入的調查 因為這個不難調查 我們只要 不難調查 其實這個是爆發 因為分章不圓 如果沒有分章不圓的話 就是一直落歸下去 所以很多的事 從這裡 幾一反三的 你要調查 很多很多的 好不好 希望 不要再發生 而且要嚴格的去調查到底是怎樣的回事 好不好 謝謝我 交代 還有呢 4月21號 我們高雄出身的壯球選手吳嘉慶啊 他突然說以大陸深圳的公民身份 在報名北京 即行的九號球北京公開賽 中國台球協會啊 他掌握的資訊 和我們中華林棒球那個 壯球協會聯繫 在整個狀況的時候啊 那個 你有沒有掌握 為什麼高雄人會變成北深郡人啊 有沒有掌握 其實他在兩年前就已經到大陸去 重商了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一直是知道這件事情的 所以在當天 壯球協會也就是收到 報名這個北京公開賽的這個訊息的時候呢 我們也在第一時間掌握到就知道他已經入籍中國的這個部分 在入籍我跟妳講啊 他的家裡人就表示說他被受打壓什麼 但當時我們也看到你 那個體委會曾經鼓勵他要獎金給他 他都沒有接受 仍然這個原因要好好的查出來 那另外呢 我們也知道像那個曾亞妮莎 他也有人家也有要要出500萬美金給他要給他四人飛行 他都沒有那就是愛國情操之外呢 那我是覺得說 像曾亞妮我們應該表揚他 像這樣的呢 那個前面的那個吳家禽的話 我們要研究說他的原因為什麼要出走的原因啊 所以我們這些種種的體委會 你都要很認真的去關心好不好 謝謝委員 這我們一定會做到 好謝謝 我們接著請郭樹春委員 來吧 我們看他